那下一步我们就应该解析这个Response对象是吧 解析这个Response对象 那么我们拿到他这个帖子里边的具体内容 那我现在把这个应用程序给它停掉 停掉完了之后 我打开这个URL 然后看一下这个就拿它来做实验吧 然后把这个地址给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script shell来进行一个调试了 拿到它的具体内容 那这里边这个我就可以退出来了 然后再输入script shell 然后把链接粘贴到这 然后一个回车 这样script shell就会帮我们请求这个页面 是吧 请求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现在要拿到的是什么呢 拿到的第一 是它的这个 帖子的主题 那么我们仍然点击这里 然后更多工具 然后开发者工具 是吧 然后在这里边点一下它 点一下它完之后看看 首先看一下它有没有css的属性 是吧 这里边是不是有 有 然后就可以复制了 复制完之后 把这个命令行工具调出来 就可以输入response 表上一个css 然后把刚才复制的 这个class属性粘贴到这 然后在这里呢 注意啊 每一个空格前面加上一个点 代表了它的class属性是这个是吧 最后的空格不好看 可以把它给删了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 extract extract是不是显示我们定位到的内容 是这样吧 这个定位到的内容 一看这是不是就是定位到了 定位到了我们 那个可以怎么拿这些属性呢 你当然可以通过我们之前学习的 那个双冒号 然后attr的属性的方式拿这个title 是吧 那这次我们不用它 为什么不用它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知识点要学 就是拿这个啊 这段 失信人能提前一个月 可以订机票吧 怎么拿呢 大家注意啊 这有一个新的写法 双下限 txt 什么意思 就是拿我们定位到的这些文本数据 是这样吧 这个是文本数据吧 然后我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它粘贴到patcharm当中 这里边我是不是就可以写一个title 等于它 那这样是不是title就会被定位到 那title定位到之后 我们再来定位什么 接下来啊 定位的东西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了 title定位到我们首先来定位一下这个作者吧 是吧 A伯乐小可爱 那么定位这个作者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写到这 是吧 写到这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class的一个属性 那么class的属性是不是有 那么我们直接给它这样啊 复制粘贴到这下面我们就可以用 response点上一个css 然后写双引号放到这儿是吧 然后加上一个点 然后这里加上一个点 然后下面呢就可以加一个extract 然后回车 是不是这样啊 我们拿到了这些作者 那这些作者啊 怎么数据感觉还挺乱 是这样吗 如果挺乱 那么我们怎么办 你看啊 我随便看一个地方 这个忘了天空再下雨 这个什么意思 这是A标签被包裹是吧 逗号下面也有一个A标签 然后再往下看 是吧 给它圈住 比如说这个啊 人生如悲酒 是吧 人生如悲酒 那么怎么做 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txt 拿文本这种方式是吧 这个也可以放一个txt 然后回车 这就是这一页啊 回帖的 这些人的啊 他的一个名字 那么这么的啊 我们是不是拿到了作者 他的一个列表 是吧 那么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啊 再把代码粘到这儿 我有一个叫变量叫 Authors 作者等于这个是吧 然后再往下 我们再继续看啊 就这么来回调 很简单 然后拿帖子内容也点一下这个啊 小箭头放到这儿 这里边是不是 哎也有一个class 非常非常的好 为什么一般的属性都有class呢 并且我喜欢class的方式 因为class是叫什么样式表是吧 它是修饰页面样式的 那一般呢 都有这个属性 那id有的时候就不见得有了是吧 我们可以用response 点上一个css 然后把它放到这儿 下面呢 因为我们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用的css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式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 节奏稍微加快一点 然后点上一个extract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点上extract 注意啊 这个我们能不能够拿这个直接拿他的txt呢 你当然可以这样做 当然可以这样做啊 可以这样做 但是可以这样做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啊 我看这里边包包含 它可能会有一些坑 这个坑的可能性是这样啊 我看这里边应该没有 但是不妨我给大家讲啊 就是它的这个里边 比如说这个里边有一些图片 那这个图片呢 就不会展示这个内容 那也就是说这个txt啊 这个啊 这种方式 那拿到的是纯纯的 什么纯纯的这个文本 但是它并没有就是里边贴的那些图片 这里边有可能会把图片直接就给过滤掉 那这个像这种 我看看这有没有A的一个内容 大家记住这个就行啊 那么这里我们不应该用这个txt 它会把其他所有的那个图片什么的都给过滤掉 那首先啊 我们怎么处理呢 先放到这先把它给复制下来 后面我们再说专门说怎么处理啊 先先记住这个吧 然后这里边它是什么呢 叫做contents 是吧 直接标一个list 放到这记住这个内容 然后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定位什么呢 像是那种发帖时间那什么之类的 是吧 是不是都可以定位 大家现在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去定位这个发帖的一些时间什么的 大家可以自己先尝试去定位一下 那么这一小节我们先把这两种方式定位到作者 定位到内容的一个列表 先讲完是吧 这个跟着我的节奏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